迎接端午节 T聚交单元一连五天 要带您来尝遍全台的特色粽 那么今天带您来看的是台中 将姜母鸭包进了粽子里 不知道您吃过吗 将一片片的鸭肉 加入了老姜还有麻油来爆炒 那么配角鱿鱼干还有花生 以鸭油来调味 再与糯米拌匀吸收了汤汁的精华 端午来一颗最滋补 粽子里面竟然有鸭肉 里面还有一些姜的香气 好像有麻油香 粽子飘散麻油香 别怀疑这是冬天姜母鸭 打破时空限制入下粽 老姜鸭肉都是冬令进补食材 这次很不一样 来到端午节一起凑热闹 台菜料理结合糯米 要变出与众不同的粽子 主要食材就是我们的鸭肉 我们鸭肉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是将全鸭去做剃骨的动作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成片 然后我们再用高粱酒 然后调味腌制 之后我们就用姜片 然后麻油下去爆炒它之后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的馅料 老姜下锅滋滋作响 再把整盘鸭肉倒入锅里爆炒 金黄色的光泽肉嫩皮Q香到不行 光是这一盘就让人口水直流 配角也不能马虎 鱿鱼干大火煮熟 加入花生拌入麻油与鸭油调味 整盆倒入刚蒸好的长糯米 还冒着白烟 抢时间马上快手翻搅 让每颗米将麻油洗好 吸满粒粒都入味 铺上一片片姜母鸭大功告成 而最后一个步骤也有巧思在里头 我们有两种不一样的叶子 对 我们用了一般的粽叶 还用我们的贵族笋叶 然后让它整个可以包覆住 然后也可以吸收两个粽叶的 一个特别的香气 热乎乎的粽子出炉 多层次的香气 视觉与味觉兼具 让人食指大动 夏天吃姜还可以去湿暖胃 年轻人来尝鲜直呼 想起了阿嬷的味道 想到阿嬷族的姜母鸭 那种很浓郁的口感 这个姜母鸭味道很浓 然后鸭肉也不会到很柴 它就是融入到我们秋冬 会吃到进步的姜母鸭 就觉得融在端午节就很迟到 它的香气是蛮够的 吃粽子仿佛在拆礼物 满满的精细 不一样的姜母鸭粽 夏天来一颗超滋补 光压的易 Culture 基本上滚电文 下滚电文 快点 颜色